第5316章站起来就给了她一巴掌 这事当然 组长放心 我们一定配合 爱玲家族其他成员忙不迭答应 谢谢 爱玲沃道了一声谢 就让庸人先安排送其他人先走 对哥哥嫂子道 你们留下来 庸人将人送走得差不多了 客厅只剩下爱玲沃 希尔夫人一家和绿发少女 绿发少女站在散发着暖光的衣橱边上 无聊到用手捂住嘴巴打了个哈欠 好像跟客厅里凝重的气氛格格不入 她转了转眼眸 观察起周围 这是一座欧式庄园 客厅里面充满了文艺复兴年代的风格 皮质家具搭配住燃烧的阵望的衣橱 卷步的墙部上面挂着高高的油画 客厅的顶灯是整个空间的焦点 她采用了复古的吊灯设计 灯身由精美的金属材质打造 表面雕刻住繁复的花纹 显得既典雅又高贵 灯罩则是由透明的玻璃制成 散发出柔和而温暖的光芒 将整个客厅照亮得如同白昼 光线落在年轻女子的脸庞 打出了一个亮丽的光影 使她的美丽更加动人心魄 如果忽略掉客厅里奇怪的氛围 整个客厅都像笼罩在一种 朦胧而梦幻的氛围中 彭芙让人置身于一个神秘的梦境之中 埃利诺目光略过自己父母 特别母亲紧绷的脸 就知道客厅里的一切 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温暖 第六周没有这样的温暖 爱玲家族更没有 等外面汽车废弃声音彻底消失 希尔太太迫不及待地上前一步 眼神复杂地望向唯一 端坐在沙发上品尝红茶的女子 笑 她话音未落 大 一身黑像裹着道袍的女人 重重放下杯子 起身静止走向这里 长相最触挑的年轻女人 扬起手 狠狠一巴掌 甩在爱玲娜年轻娇嫩的脸上 三人只听见啪的一声响 爱玲娜被扇翻在地上 希尔太太扑过去大声尖叫 你干什么 你疯了 她检查身下女儿的脸 看到爱玲娜白细的皮肤 浮现出手指印 希尔夫人面容扭曲 猛地抬起头再次看向她 灵娜做错了什么 你凭什么打她 连凸起大肚懒的中年男人回过神来 收起震惊错恶表情 眼里也浮现起怒气来 爱玲娜 她是你侄女 对她何须许多 就是我放在桌上的那几张纸 爱玲娜反应过来 我马上去拿 她说着往其他房间走去 向对这里熟悉至极 没一会儿就在希尔夫人 怨恨狠瓜的目光中 递给爱玲娜一打打印出来的A4文件 她在来的路上 已经大致看了看上面的内容 实在精彩至极 所以这会儿 她毫不掩饰地 用看热闹的眼神 看了看还坐在地上 捂住脸的女人 爱玲娜胜来高贵 惯会装模作样 她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这位 被众多男人 封为女神的姐姐 如此狼狈的一面 她看得十分尽兴 并且不介意找到适当的机会 再加一把火 第5317章 你收集这些干什么 爱玲娜拿到自己收到的邮件 将十几页纸照住地上的人头顶 纷纷扬扬洒下去 冷音开口道 你自己看看 眼见满地纸张 如雪花片飘落 希尔太太和爱玲森 也捡起其中一张纸 低头看起来 他们看到上面的内容 顿时经的面色发白 慌张失措 找爱玲娜确认 这些是谁寄给你的 你怎么突然把这些翻出来了 这上面十几页的纸上 秘密麻麻 写满了爱玲家族 见不得人的秘密 其中还有爱玲森 和希尔夫人的丑事 爱玲森当初 作为爱玲家族的男丁 被秘密当作继承人培养 原本有希望 接手家族事务 成为新一任组长 偏偏她不学无术 还好色 看上了当时有未婚妇的希尔夫人 和希尔夫人 眉来眼去 成了情人关系 再接着 希尔夫人结婚前一天 意外发现怀孕 还险些流产 闹得家里鸡飞狗跳 再也瞒不住两人的私情 这就算了 中世纪贵族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很混乱 他们的事情 算不得多么稀奇 但最大的丑陋就在于 希尔夫人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男人 不是别人 也是爱玲家族的人 论辈分 那个男人 还是爱玲森的叔叔 当时希尔太太在医院 跟爱玲森坦白自己怀孕 痛哭 不知道明天婚礼怎么办以后 爱玲森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他竟然找人暗杀了自己表叔 制造了失足意外 让那位蒙在鼓里的准新郎 跌落阳台 摔成了肉腻 他的准婶婶摇身一变 成为了他怀孕的恋人 后面老组长 为了掩盖这一丑闻 费了不少力气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原因 爱玲森失去了继承人资格 爱玲卧才抓住机会 成了现在的爱玲家族组长 当爱玲森看到自己随便捡起来的那张纸上 写满了当初她的荒唐行为 可不就是无法控制自己 希尔太太看见自己的丑事被翻出来 同样又惊又怒 你那这些东西出来干什么 我们已经为了这个付出了代价 不然你是靠什么当上组长的 事情早就过去了 你又翻出来想干什么 爱玲卧冷谋七双扫过两人 冷哼 你该问自己的好女儿 收集这些想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 希尔夫人大惊小怪 慌忙回过头望向手里 抓着一张纸的女儿 琳娜 这些 是你 连续的挫折让她感到无望 那种心灰意冷的感觉 就像是一把锐利的刀子 深深地刺入她的心中 是我 她索性承认了 希尔太太和爱玲森双双错误了看过去 绿发少女勾起唇角 双手暴毙就靠在墙边 看住客厅里发生的事情 心里并不意外 比起艾琳娜做过这些事情 更让她够意的是 艾琳娜会承认自己做过 太不符合她以往作风 艾琳娜扬起憔悴的脸 用怨恨又不甘的眼神看回去 我想做艾琳家族的继承人 有错吗 我想为自己打算 有错吗 嗯 艾琳握点点头 不为所动道 所以你就暗地里收集了这些事情 打算将来用来威胁我 第5318章还不知道褪色者资料外泄 是 女人低声轻笑 我将来成为组长 也需要这些秘密 保证家族里面的长辈们 乖乖听我的话 不是吗 她甚至截善反问道 姑姑 你不也靠住这些 让那些人对你敬畏又害怕吗 艾琳握居高临下看她 像是要洞穿她的灵魂 那般犀利的目光落在身上 希尔太太反应够快 扑过去揽住年轻女人的身体 挡在她前面 视若般哀鸣 小姑 她还小 她只是太想做好家族继承人了 才犯了错 千错万错都是我和她爸爸的错 琳娜做的是不对 可也没给家里造成损失 你已经剥夺了她继承人的资格 要不算了吧 希尔夫人在旁边蒙点头 小姑 算了吧 艾琳握看住他们一家三口 同舟共计的感人场面 回头看了眼 站在墙角的绿发少女 她促起眉头 又很快收回视线 如果只是这些东西 也就算了 我就怕她野心太大 除了这些 暗地里还收集了其他东西 艾琳森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马上转头看向坐在地上的人 你还藏了其他的文件 然而面对父亲的质问 她仅仅眼神闪烁了一下 就抿唇摇头 没有 她不敢说 伴随着艾琳家族秘星 暴露出去的 还有褪色者的资料 一旦岛上知道 她还把褪色者的资料 泄露出去 就不是艾琳家族内部的事情 到时候 只怕目的都保不住她 所以她耿住脖子 承认自己收集了 艾琳家族秘星 也是在试探姑姑 还知不知道其他的秘密 艾琳娜试探出 自己想要的结果 已然悄悄松了一口气 艾琳森见她一口咬定 没有其他的文件 也扭过头恳求妹妹 她说没有了 我知道她这次错得离谱 回去肯定好好的教育她 就算了吧 艾琳沃仍旧没有松动的表情 她眼角于光 看到小女儿 想到办法沉生道 你不是属于培养埃利诺接班 她和琳娜是亲姐妹 你没把事情闹大 不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她不意外这对父母的偏心举动 因为从小大大 她都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 优秀的子子和沈默寡言的妹妹 父母当然偏心更贴心 更说话的姐姐 讨厌不懂地讨好他们的妹妹 她才十岁就被送到岛外 自生自灭 她父母不会轻易放弃 疼爱二十多年的女儿 在关键时刻 他们心里残留的那点罪恶感 不值一问 照样能利用她 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 妹妹 就当我求你了 爱玲森咬牙沉声道 爱玲我表情松动 长吐一口气 算了 为了埃利诺 我放她一马 你们带她走 我不想再看到她 第五千三百一十九章念解 跟我去医院 爱玲娜跌回地上 坐在冰冷的地面上出神 她知道自己躲过一劫 也知道自己丢掉了 爱玲家族继承人的身份 宝贝 我们走 希尔太太搀扶起地上的人 咬牙扶住她的手往外走 爱玲森临出门前 在绿发少女面前 驻足停了片刻 看着她欲言幼稚 却见少女没有开口的意思 她又愧疚于之前的利用 又恼愤少女 永远不懂得 给人台阶下的木讷孤僻 终究甩手走掉了 爱玲诺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嘲弄勾起嘴角 转身准备回自己房间 路过爱玲卧室 她听见姑姑说 从今往后 你就是爱玲家族 唯一合法继承人 她再也无法 在你前面炫耀了 绿发少女不经意挑高眉梢 心里并不在意 爱玲娜失去继承人资格的 悲惨下场 但是她记得 爱玲卧在之前的交锋中 对自己的维护 于是她轻声道 谢谢姑姑 爱玲卧没注意到那么多 抬抬手 男眼脸上的疲惫神色 跟她说 我先上去休息了 好的 姑姑绿发少女 目送她上楼 等她背影消失在转角处 才翻出手机 漫不经心找到个号码 给那个号码 发了一条短信过去 惊世 墙面收到简讯 天已经黑透了 她单手握住手机 轻薄的眼皮 微微抬起褶皱 有黑铜人朝下 看到发见人姓名 意外式的抬了抬眼烧 打开了短信 一 帮我谢谢你男人 一 她帮了我个大忙 现在爱玲家族的继承权 落在我手里了 一 告诉她 你们之前欠我的人情扯平了 乔念着一连三条讯息 大致猜到爱玲家族 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知道爱玲娜 这次算是摔了大跟头 她将手机收起来 追上前面的男人 冷白的手抓住她手腕 不让她继续离开了 叶望川回头 对上一双明弱星辰的毛子 跟我去医院 你手臂的伤 需要去医院处理 乔念指了指她 右臂上的破开的衬衣袖子 上面还沾染了污血 只是时间太久 血液已经前河在布料上面 你说这个 叶望川单手捂住右臂 垂眸随意看了一眼 感觉不到疼痛 就不以为一说 不用这么麻烦 我回去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 不行 乔念拉着她往回走 去医院让医生看看 得跟了过去 他们回来的时间快十点了 乔念就没找人找关系折腾 跟他一起找了最近的医院 挂了的急诊号码 晚上急诊处的人不少 乔念拿到号就在旁边等 顺带掏出手机 打算给夜猫山他们报个平安 他手机刚拿出来 将离电话先打进来 乔念顿了一秒 将手机放耳边上 喂 你们大晚上去医院干什么 被人拍到闹上上热搜了 将离大嗓门震穿耳膜 乔念满脸嫌弃 拿开手机 掏了掏耳朵 才慢吞吞地重新放耳边上 你小声点儿第5320章 他不像学医的 我小声不了 手机那头的人嘴上这么说 不自觉降低声调道 你们俩怎么回事 怎么大晚上去医院 乔念抬眼看了圈四周 周围人来人往 有大人带小孩 有两夫妻互相陪伴过来的 他没看出谁在偷拍他们 反正他从过来排队 到拿号等待的时间里 没有一个人过来打扰过他 乔念就不在乎 将离口中说的偷拍和热搜 只要没吵到他 就没什么好计较的 他严谨一该到 他受伤了 什么 乔念又拿开手机 等耳膜稍微好一些 才重新组织语言 快速到 只是擦破了手臂 不严重 我带他过来找医生消毒包扎 就不大安宁 好多势力蠢蠢欲动 到了叶望川这个位置 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牵一发而动全身 起码国内不能让叶望川出事 乔念雪白脸庞 侵染医院的灯光 镀上一层淡色 帮我个忙 帮我把热搜撤了 将离二话不说 没问题 后面将离又说了几句 家里有关的事 就挂了电话 女生靠在墙边上 转了转手腕 刚收好手机 就听到诊间里 医生在叫号 二十三号 可以进来了 乔念拿出自己那张小纸片看了眼 上面鲜艳的二十三号 他抬腿走过去喊人 两人一起进了诊间 急诊室里除了坐班医生外 还有辅助的护士 两人前后脚进入里面 不大的诊室立刻逼着破人 医生感受到眼前的光线暗了下去 他抬起头看到进来的病人 本能愣了愣神 你们 来看病 乔念和叶望川 本身都属于容貌极盛的人 一个人就足够吸引视线 两人同时出现还站在一起 似乎误入了什么明星颁奖典礼 让人不由的眼前一亮的同时 又不禁发呆 瞧念着大刀阔斧 拉过椅子 把男人按坐在椅子上面 指了指叶望川破开的衣袖 他来看病 麻烦你帮我检查一下伤口 有没有感染的情况 叶望川有些无奈的五额 抬眼全是温柔 跟医生焊手 麻烦你了 矮医生反应过来 猛地回头招呼护士 你过去帮他剪开袖子 我看看伤口 好 好的 护士眼神瓢到坐在椅子上 滋容绝眼的男人 扭扭逆逆地推住工具箱过来 他从里面拿出小茧子 正准备过去 面前突然横过来一只手 拦住他去路 护士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一道清凉女生 对他说 我来吧 乔念见医生有点照应 我也学医 你是医学生 急诊医师惊讶 他们医学生课程多 要被的东西繁杂 日常普遍不修边幅 外表也多是普通人 毕竟学医需要诚心尽气 不然很难顺利毕业 乔念在他眼里 明显不属于长得普通 气质潦草的类型 特别是医生 瞄准他茂密的头发 抬手摸了摸自己心酸的头顶 实在不大相信眼前的女生 会跟医学生挂上边 第5321章 瞬间觉得自己多余 清大中医系 他十分自然 从护士手中接过工具 走过去动作娴熟 剪开男人衬衣袖子 又拿出小镊子 夹住边缘 免得布料摩擦到伤口 引发不必要的刺激 男人手臂筋肉线条分明 配上他微微扬起的眼烧 十足祸人 他在转身望向坐诊医生 您看看这样行不行 坐诊医生还沉浸在错愕震惊中 眼睛都落在他身上 怎么也没法将他和中医扯上关系 中医那群人比他们西医更潦草 不该是布山加老北京布鞋 手里提着的保温杯 杯子里塞满各种不要的药码 还有这么年轻桀药的女孩子 学中医 医生 乔念又叫了他一声 他猛地回神 视线从女生身上抽离 触及男人略带侵略性的眼神 尾椎骨窜上一阵电流 赶紧起身过去查看 他这个伤怎么弄的 他稍微一检查 就发现了像力气造成的伤口 抬起头怀疑的目光看向女生 你们吵架了 乔念先是一正 旋即get到他的意思 顿时抽动嘴角 露出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嘴上却承认了 昂 医生更不敢置信 你把他打成这样 都动刀了 叶望川拍了下他的肩膀 诞生提醒道 医生 麻烦你看快点 急诊医生又转头看看他 跟男人四平八稳的目光对上 什么震惊都消失前进了 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他就不要多嘴管闲事了 他迅速地戴上无菌手套 检查了男人手臂上的伤 发现伤口戈面不算太深 没有伤到里面的筋骨 只是割破了血肉 他简单看了看 就取下手套丢进旁边的医疗垃圾桶 然后走回到自己的电脑后面坐下 他问题不大 就是个皮外伤 为了以防万一 我给他开一针破伤风 你们缴费后 去注射室找护士打 他在后台开完药 右台起头望过去 他的伤口 你来处理 还是让我们护士帮忙 普通人肯定由护士帮忙处理 急诊医生不确定他愿不愿意让护士来 毕竟刚刚他就没让护士碰到男人医脚 乔念像是没看出他八卦的样子 打开旁边的医药箱 淡定地回答 我来吧 医生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微微汗手 行碗 你自己弄 毕竟清大中医系高材生 他倒是不担心对方处理不好消毒包扎的小事 乔念动作麻利帮忙处理伤口 用医药箱里备用的棉布将他手臂一圈一圈缠绕起来 等搞定绑上截 他拿起一旁的小剪刀剪掉多余的纱布 将东西还给护士 谢了 没事 护士没想到他也是学医的 看住两人 呃 要不要我带你们去注射室 乔念在手机上操作付了款 抬腿准备去药局拿药 就指了指披起外套站起身的男人 你先带他过去 我拿完要去找你们 好 护士回头准备跟叶望川说 就见到男人倾起嘴角 下额线条锋利 朝着女生勾勒勾眼烧 他瞬间觉得自己多余了 第5322章 他们需要重新来过 接下来几天 乔念如果没在家里 就在成大师的实验室 开视频跟风区和师傅等 讨论他们从爱琳娜的私人金库里 找出来的褪色者资料 经过几人连续的讨论和电脑模拟合称数据分析 结果出来不容乐观 褪色者的辐射理论上具备改变人类基因的效果 成大师实验室里有一块70寸的投影仪器 现在上面投射出风渠 师傅和众一流 他们在各自的实验室里 从乔念合称大师的角度 能看到他们背后的实验室器皿 众一流率先开口 口气沉重地宣布 我的实验结果表示 人类哪怕在成年以后 基因仍旧会受到影响发生改变 这种在改变更像基因变异 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人利用病毒试图改变人类基因 但比起病毒 核辐射的威力更大 影响范围也更广 他流露出 欠 内疚 抱歉 不在我们药剂协会能解决的范畴里面 曲杰走道 我和副院长也对数据进行了模拟实验 如果那份资料属实 我们现在研究的东西不足以跟他抗衡 他透过镜头凝重地看向女生 他搭载的能量太大 比起现阶段已知的所有武器 蕴藏的能量大三倍 料一半 这个现实打击得谁也不好受 他们研究的东西有用 但是对方的东西更胜一筹 他们如果想要赢 就必须想办法在现有的基础上 将所有材料和承载力再进行加强 就现在来说 无疑于登天难度 大家想放弃吗 女生蹿坐在桌子最上方 手里转动着一根钢笔 等他们说完 她将笔帽倒扣在桌上 抬眼看向视讯会议里的所有人 风渠和石腹包括众一流 被她眼神震慑住了 都没有说话 这时跟乔念在一起的程大师缓声道 我不会退出研究 从我加入这个计划开始 就清楚这是一场硬仗要打 我们西国人可以死 不能退 这是国家精神 不再凝重的窒息 风渠率先笑道 九所不退 我们第一研究所肯定也不会退 石腹话不多 我们还需要药剂协会的帮助 大家都看向众一流 包括乔念也在看众一流 众一流属然被几双眼睛 盯着有点不自在的别开眼 万般无奈落笑道 我说你们 搞得好像我让你们不要继续一样 第5323章 如果有更多褪色者资料就好了 他深呼吸 我不是说了吗 核辐射不是我们的研究范围 但是人类基因序列属于我的研究范围 你们给我数据 我给你们提供结果 我没说要退出 乔念者目光软化下来 抿了抿唇说 谢谢 众一流白白手 别来这套 你知道我不习惯跟人打交道 他嘴上这么说 脸上表情肃穆起来 看向自己视频通话的另外几个窗口 郑重道 可以要找到我加入研究之前 跟我说清楚了里面的艰辛和危险 我是考虑再三才决定加入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了 本来就把生死看淡了许多 我们药剂协会愿意当无名英雄 到褪色者更多资料 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程大师微微皱起眉头打断风渠 褪色者资料不好找 我们就用现阶段的资料进行研究 风渠反应过来 接上话 是 现在的资料也够我们研究了 不行 他不等乔念说话 口气凝重地说 褪色者是第六周的秘密武器 他们一定藏得很深 你这次能拿到他资料 已经是侥幸 你还要再去找 去哪里找 难不成你还要去一次第六周 你上次才炸了他们港口 他们不会毫无防备 任由你再混进去 道 结果等待你的是 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天罗地网 你是这个计划的发起人 你不能出事 风渠也在一旁搭枪 念念 程大师说的有道理 你不要冲动行事 现阶段的资料够用了 我们多花点时间多做实验 丰富数据就行 承开长腿 长节掩饰住眼底真实想法 我考虑考虑 程大师还想说什么 被风渠叫住 程大师 你刚说的那个发动机 可以采用分体式 是什么意思 你说那个 程大师果然被转移注意力 给他详细讲解 自己在研究过程中 迸发出的灵感 风渠看似听得认真 时不时插话询问 实际上眼神不断地 往乔念身上瞟去 观察他的反应 女生倒是看不出 多大的反应 容貌迭利 脸上混不拎的表情 眉眼淡淡地叫人揣摩不透 他内心真实想法 第5324章 不换寡而换不均 风渠有点后悔自己多嘴 干嘛提什么 要找褪色者的资料 程大师提醒他 他才想起来褪色者资料 全在岛上 岛上又是赛龙家族地盘 如褪色者这等绝世武器 赛龙家族定然将他放置在最秘密的地方 这个爱玲家族继承人 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才能偷出部分资料 他们作为外来者 怎么可能拿到绝密资料 他不该提 他就怕自己随口一句话 引发出山洪效应 所以拦住程大师 继续说教的举动 根据他对女生的了解看来 乔念是个天生反骨的人 你越是不让他去做的事情 就越是想要去挑战 他怕程大师越劝 这位强硬行动派越来进而 风渠只打嘀咕 却不好再问女生 心里盘算着等结束了 给叶望川打个电话 说明下情况 他怕乔念瞒住他们去找资料 有叶望川盯着总要好一些 等乔念从程大师实验室出来 就碰到等在门口的男人 他拉了下单肩包快步走过去 你怎么来了 叶望川伸手接过去 自然垂下头 琴似父母请你吃饭 乔念眉头刚促起 就被一只手抚平 别皱眉 叶望川轻轻握住女生的手 将她拉近 低头吻上她的额头 再是她的脸颊 乔念能感觉到 脸上轻柔的电流滋滋窜窜窜过心脏 带动心跳加快发麻 他只是略意停顿闭上眼 勇敢迎上男人的唇 化被动为主动 两人的吻缠绵而深情 叶望川紧紧抱住怀中人儿 彭扶要将她融入自己怀中 这个瞬间 他们能感受到彼此的心 更加紧密的相恋 不远处跟住来的秦四坐在车上 还保持着要开车门的姿势 转过头 相应地问车上另外一个人 他们平常也这样 顾三望向马路对面 交紧相依的男女 挺淡定地回答 秦少你不是有过女朋友 秦四以前号称金氏圈子里最会玩的太子党 比起脖颈型和叶望川 他朋友多 玩得花 以前绯闻女友的名单 从各路名媛到一线女明星 再到什么北武女大学生 网上新进青春网红 长长的名单拉出去 能组一场足球赛 秦四耿住面红脖子粗 无语翻白眼 我那能算女朋友 就TM一饭搭子 不是那些女朋友们没有头怀送过 而是她没碰到过 想要进一步发展的人 也就没往生了处 她以前带女朋友出去玩 也就吃吃饭 陪着去长安俱乐部打打牌 顶多让对方给自己削个水果 喂点葡萄 我如果懂他们 怎么就亲起来了 至于跟观艳 谈成现在的样子 秦四算起来 没谈过正经恋爱 如果不是观艳舍命 就她那一次 她还没开窍 顾三用同情的眼神看住她 点点下额 秦少 节哀 窝草你压的 秦四更气了 还没来得及抬手抽人 我活得好好的 节个屁哀 她面色复杂地看住两人 责了一声 小爷现在总算懂了那句话 不换管而换不均是什么意思了 第5325章不要 拉低智商 嗯 秦少您说什么 顾三没听懂 什么不换管而换不均 秦少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 她翻译成大白话 爷的意思是 又怕兄弟吃苦 又怕兄弟开路虎 这次懂了吧 观艳从第六周回来没多久 就跑不见了 她满世界找人 到现在还没摸到人家衣角 转眼再看自己兄弟 跟女朋友感情好 到亲自来接女朋友下班 还得接个下班吻 她怎能不嫉妒 秦四牙酸得快倒了 还得装作若无其事 在某人拉开车门时到 接到人了 叶望川让乔念先上去 自己后面再上车 上来后关上车门 将乔念的包包放在车上 最后 才搭力散发怨气的秦四 挑眉惊讶看她一眼 大姨妈来了 秦四 草 人言否 来了给你生孩子 叶望川透过后视镜 瞥见她恼羞成怒的表情 挑了挑眉 曲起修长的手 放膝盖处 散漫接话 不要 秦四反应过来 她在说不要什么 张了张嘴 又听见男人悠悠哉的说 拉低智商 靠 苟言苟语 秦四恨不得腾空站起来 可惜彻顶不高 容不得她窜起来 她气得蹊跷冒烟 咬牙切齿道 老子IQ120 没有很差吧 叶望川偏头 把乔念拉入战局 你 IQ多少 乔念单手脱塞 眼神空门回响了下 不确定 160到190 依照国际标准 IQ满分200 正常人的智商 一般在90到110分之间 根据智商水平 120到140分的个体 被视为聪明人 而超过140分的个体 则被认为是天才 智商分数越高 表示智力程度越高 人类历史上 被公认过的大科学家 爱因斯坦的IQ 就达到惊人的165 乔念也在这个范畴内 可见他智商极高 这也是他能多项领域的 重要因素之一 天才从未被定义 只有天才不会被定义 叶望川得到答案 深沉的黑眸 抬妄想坐在富家的秦四 给了他一个你说那的眼神 秦四联手屠狗是派 他恨恨到 每只狗死的时候 没有一对情侣是无辜的 你们这群刽子手 路上有秦四插科打混混时间 就没那么无聊 乔念眨个眼的功夫 他们已经到吃饭地方了 秦朗听说了乔念为了救秦四 和叶望川单独去了岛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人带回来 他心怀感激的同时 也有想要跟叶家将来的女主人 搞好关系的心态在里面 就组了这次饭局 他请人之前已经问过秦四 从秦四口中知道乔念一些喜悟 所以他这次没有搞出太大排场 主打一个家宴 只叫来秦家几个亲戚陪住吃饭 秦四和叶望川等了乔念一会儿 再加上路上耽误了些时间 等他们到包厢 包厢里坐满了人 他们推门进去 包厢里的人齐刷刷望过来 乔念早就对各色打量的目光习以为常 在秦四的招呼下找了位置坐下 叶望川顺理成章坐在他左手边 第5326章秦四父母想一起吃饭 他右边坐着秦四 顾三表示不适合参加这类家宴没跟上来 在下面等他们吃完出去 爸妈 这是乔念 秦四主动介绍起来 秦朗和秦夫人不算没见过女生 再见乔念时还是被女生出色的容貌惊艳了一下 秦太太反应极快 马上搭话 乔小姐 我们之前在你升学宴见过 你还记得吗 乔念其实是个脸盲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既是不记脸 连江梨在他眼里都属于大众脸 面对兴致勃勃地指住自己询问他的女人 女生眨了眨眼 没等叶望川和秦四替他打圆场 点点头 很给面子礼貌道 有点印象 伯母好 你好你好 主动道 乔小姐你看看要加什么菜 乔念推具了服务生递过来的菜单 大刀阔斧往椅背上靠去 但声道 伯父伯母点 我都可以 他能来今天的饭局纯粹给秦四面子 否则像这种人生不熟的饭局 他压根不会来 秦四也知道他的性格 招招手让服务生到自己这边来 翻开菜单点了几道S神口味的菜 反手关上菜单还给服务生 让后厨上快点 好的 秦少 服务生拿上菜单匆匆忙忙出去了 秦朗身为男性长辈不太好找乔念说话 从他们进门就拉着叶望川问了些叶老身体的话题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 乔念跟秦夫人本身也没话可聊 到后面主要听他们说话 服务生很快鱼贯而入送菜进来 您说的箭水盒的资讯站的事情 我还没听家里说起过 叶望川一边跟秦朗说话 一边用茶水清洗桌上的餐具 转手将仔细烫洗消毒过的餐具放到女生面前 再将女生面前没碰过的餐具拿到身边 继续进行清洗工作 在场所有人将这一幕收入眼里 一个个心里无比惊讶 今世太子圈的皇太子身份金贵 平时吃个饭 围在他身边伺候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挤都挤不进去 什么时候见他伺候别人 偏偏夜网穿坐的自然 一边帮女生参具消毒 一边还眼皮不抬的跟秦朗说着话 好像他手上行云流水的动作 是早就养出来的习惯 习惯了替女生服务 只有秦四见怪不怪 对这些免疫了 他妈凑过来小声问他 夜少平常也这样 秦四踩他眼看过去 看到男人又给女生倒了一杯热茶 不经意似的放在女生面前 他没多大反应 寻常到 他以前常去乔妹妹学校接人放学 人家有时候晚点出来 他能买好奶茶在外面等一个小时 如果奶茶凉了 他还会中途再去换一杯 谁让 乔妹妹味不好 喝不得冷饮 距离 奈何乔念对他说的珠宝 华福 拍卖会都不感兴趣 也没兴趣去坐私人飞机追石庄舟 第5327章念解和望野离席走人 他全程只维持着礼貌 时不时的应义养生 明显兴致不高 不想加入讨论 他不没兴趣 不代表其他人没兴趣 秦家这次只叫了家里的亲戚过来 也是考虑到如果单独约 乔念出来吃饭容易冷场 秦夫人在那里说时装周的衣服 就有两三个秦家的亲戚搭话 这次要加大秀 你又是头牌位置吧 去了哪些明星啊 秦夫人无嘴笑道 他们家每年都给我留位置 我也没注意是不是第一排 我没去晚宴 没跟那些明星合影 的人形模特 对了 这次何家也去了吧 你见到他了没 据说是史丹佛毕业的高材生 今年刚回家里跟住舅舅从商 将来打算走红路 秦和两家是世交 何家没有秦家有钱 秦家没有何家那么多人走试图 两家如果走到一起 属于圈子里常见的强强联合 秦夫人也有这方面意愿 只是他还有别的顾虑 见到了 是个很有礼貌的孩子 那什么时候安排两家孩子见一面 我记得他跟秦四差不多大 小时候经常见面 小学和国中还在同一个学校 秦太太看了眼自己儿子 迅速闪过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这不是我做得了主的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等他们自己去接触 那人敏锐地抓到重点 秦四不会有女朋友了 秦夫人刚说 哪能了 那人就马上贬低道 外面的女人玩完就是了 她可千万别当真 那些女人除了有几分姿色外 还能帮上她什么忙 嘎吱 他们的对话 被椅子一栋摩擦地面发出的声响打断了 秦太太眼见女生面色冷淡地站起身来 对他们道 不好意思 里面空调太闷了 我出去透口气 你们先吃 她说着也不管满屋子的人什么反应 转身潇洒地推门出去了 包厢里瞬间鸦雀无声 秦朗皱了下眉头 偏头看向自己妻子 用眼神示意询问他们刚才聊什么了 秦夫人一脸猛逼 冲她轻轻摇了摇头 她没说什么呀 不就是聊了下逗家大秀的事 在万籁聚集中 一只斯文温和的男人推着桌子站起身来 面对满桌子看住她的人 她须须的目光落在了秦司身上 但声道 你如果处理不好 家里就趁早分手 秦司舒然白了脸 张了张嘴想解释 叶望川没给她解释的机会 转头跟秦朗说 秦叔 我出去洗个手 你们先吃 秦朗沉沉点头 笨 叶望川离席走人 这下本就鸦雀无声的包厢里 更加没人说话 气氛沉甸甸地 压在每个人心头 只有秦家那几个亲戚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第5328章念解 你打算什么时候分手 秦司之前 碍于在外面不好说的话 这会再也按捺不住脾气站起身 震得桌子叮咚响 我惊各位是长辈 有些话不好说 但看来今天必须说清楚了 秦朗皱眉 秦司 秦司没理他 面容素冷扫过全场的人 包括自己父亲母亲 说得坚定有力 我不会联姻 对你们说的和小姐 也没有半点兴趣 我跟女朋友的事情 就不劳烦诸位费心 将来她愿意跟我结婚 我们就结婚 她如果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就不结婚了 更不尊重我女友 说道 你们不用等望爷和乔妹妹回来了 人家本来也不稀罕 吃你们这顿饭 这算是人家最体面的离开 秦司走后 包厢回归寂静 秦朗看住满桌子 还来不及动过的菜肴 板住脸拿起了筷子 没看其他人 淡淡地说 吃饭吧 秦夫人心里很是难受 动了动 没心情吃饭 低声问 你也觉得我错了 何家那位人家史丹佛 航太航空专业回来的高材生 将来一定要走科研的路子 她爸是天眼的负责人之一 家学渊源深厚 我会这么选无可厚非 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 她一个做母亲的人 想要自己的儿子 在婚姻上找到更好的人 很难理解吗 为什么连她儿子都不理解她 秦夫人本身也不是在家里吃喝玩乐 只知道去看秀的贵妇 她本身也算女强人 自己手里管着不少公司 她脾气不算软和 认定的事情总是固执地不肯改变 在秦四的终身大事上更是如此 她当然知道秦四现在的女友 是乔念的朋友 她想跟乔念处好关系 不代表她愿意用儿子的婚姻 做牵线的桥梁 她始终不那么喜欢 那位风情万种的女人 根据她第一眼的印象 就能判断出来 观艳绝不是一个 可以为了男人甘愿束缚在笼中 为家里操持的女人 秦四娶这样的妻子回来 有什么用 她还在低声男 我只是觉得何家更好 更适合 他们家主管资讯网络 何家父亲又是天眼负责人之一 两家珠莲碧盒 再没有更般配得了 秦朗沉了沉谋 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家中语气叫她 行了 先吃饭 秦夫人眼角余光 扫到包厢里的亲戚们 意识到自己说太多了 不甘愿地闭上嘴 慢慢拿起了筷子 满桌针修摆在面前 她却失去了胃口 外面 秦四小跑追上离开的男女 她顾不上喘气 掌臂挡在两人前面 主要看着女生沉声道歉 瞧妹妹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妈会提起官燕 她说的不代表我的意思 女生没理会她 微微歪过头 双手插兜 挺酷地反问她 你打算什么时候分手 第5329章 官燕是开在旷野的玫瑰 秦四脸一白 双眼泛出苦涩 我没打算分手 乔念打断她 你们不合适 她说得很直接 以前我没觉得你们不合适 觉得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跟其他人无关 你给不起是两回事 念极少如此严肃跟她说话 换做其他任何事情 秦四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只是关于关燕 她扯动嘴角苦笑道 对不起乔妹妹 我做不到 乔念看住她 过了几秒点点头 迈过去继续走 叶望川落后半步 抬手在秦四肩膀轻轻拍了下 紧跟住离开了饭店 秦四看住两人走远的背影 心脏好像被撕开成一团毛线 扯出一根线头 无限拉长虚化 她握紧拳头 容色狼藉地转身往回走去开车 中途还拿出手机 翻出博颈型的电话号码 博二 出来喝酒 乔念上了车还带着火 垂幕面无表情 系上安全带 就拿出手机横屏开了一局游戏 路上不搭理人 好似当身边的男人不存在一样 顾三感觉到非同寻常的气氛 升起车上隔板 老是在前面开车 降低自己存在感 乔念罕见输了游戏 冷眼看见手机荧幕升起的红色Over 没了再玩下去的兴趣 她手指搭在手机边缘 容色难掩烦躁 压得极低的眉眼锋利 唇角冷意静静 叶望川这时从旁边伸手拿走手机 带女生看过来时 龟姿燕翼的俊脸浮起无辜之色 冤枉啊女朋友 你不能搞连坐那套 她是她 我是我 她没处理好 不该我来背黑锅 我没算你头上 女生瞥开眼 叶望川仔细观察她的神色 薄纯微扬 那你一路上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还不算连坐 乔念回头看她 越看越想起秦四 想起刚在包厢里 秦家人嬉笑聊天说的话 心里好像缠绕着毛线团 没有一处顺起 叶望川突然靠近她 伸手拨开她额前碎发 顺手抚平她紧皱的眉心 呼吸轻轻扑在脸上 低声道 观艳是个成熟的人 她自己会判断 秦四如果不值得 她不会沉沦进去 我知道 乔念眼眸微冷 我只是不喜欢不相干的人 在背后议论别人 观艳就是观艳 观艳不是常规意义 长出来的温室花朵 不代表观艳不够优秀 它是非法驱长出来的玫瑰 爆裂炙热 燕里夺目 如果秦四和观艳 不能走在一起 不怪玫瑰长次 是想要摘下玫瑰的人 一开始就搞错了 玫瑰该生活的地方 第5330章放心 我不为秦四说话 温室里长不出 非法驱的玫瑰 旷野自由生长的玫瑰 也不该被放置在温室里 任凭外面的人 对她指指点点 点评她的花瓣 是否娇艳 规定她的枝丫 是否合乎标准 秦四在这方面 做得太差 乔念多少 对她存在了不满 叶望川知道 她话里的意思 不是要插手别人的感情 只是朋友 被恶意点评的维护 放心 我不为秦四说话 她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面 确实有所欠缺 她没有站在任何一边 帮忙说话的意思 就是论识到 这跟她的成长环境有关系 秦家奉行宽容教育 和我还有不二不一样 她高中就出国了 在国外度过整个青春期 观艳才开始正式 接手家里的关系和生意 那之前 她只能算偶尔帮一帮家里的忙 这就养成了 她在处理事情上面 习惯听从家里的安排 父母会给她安排好一切 不需要 她 操心高强度的工作压力 顶住了来自家里的催促 太好驳斥家里的面子 别皱眉 她感觉到她指尖贴着皮肤 传递过来的温度 走了走神 刚想说什么 叶望川手机响起来 乔念收回情绪 耸耸肩膀示意她 你先接电话 叶望川收回手 拿出手机 低眸扫了一眼来电显示 居然是叶茂山打过来的电话 这个时间点照说老头子已经睡了 叶望川接起来 喂 爷爷叶茂山身如红中 你在哪 他余光瞥见身旁的人 轻声道 我跟乔念在外面吃饭 怎么了 啊 念念也在 手机那头叶茂山不自觉降了调 声音温和了不少 不像跟他说话时 公事公办的强硬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吃饭 吃的什么 吃饱没有 你也不多关心 关心念念 叶望川无奈轻笑道 行了 我没开工放 他听不见 臭小子 的时间 不算早了 到底什么急事 需要他这个点过去一趟 叶茂山不愿在电话里面多说 你先过来跟你说 末了还加上一句 念念愿意也可以过来 你行吧 他这头话音刚落下 叶茂山已经挂断了电话 叶望川有点无奈拿开手机 瞥了眼自己身边坐着的万人迷团宠 擒着眼眸里的深邃道 老爷子让你跟我一起过去 去嘛 第5331章半夜找人过去 果然很紧急 乔念不是个喜欢纠结的人 很快从今晚饭局的不愉快中抽离出情绪 文言没什么波澜的点点头 嗯 他其实就是表面看住冷淡 对待长辈比许多人尊重礼貌的多 只要不是太忙 他都愿意给祖长辈子面子 叶家老宅临近九点依旧灯火通明亮如白昼 乔念他们到了以后 很快发现还有人也在这里 背对住他们站的男人如同白鹤 转过头来露出熟悉的面庞 抬手推了下鼻梁上的金丝筐眼镜 镜片折射过一层幽光 藏在后面的狐狸眼眉眉 不意外看到叶望川和乔念一同前来 闲哉哉跟两人打招呼 乔小姐 望川 长辰玉立站在那里不是薄景星是谁 他今天穿着深色衬衫外面套着喀色西装 领口叠放着深蓝色丝巾 雅致鼻挺 绅士风度 我就知道叶老叫了你们过来 他落落大方跟乔念道 乔小姐 好几天不见 过得好吗 还行 乔念跟他不算太熟人的关系 也不算陌生人 薄景星先打招呼的情况下 他也没落人面子 薄景星礼貌跟他说完话 就抬眼跟叶望川道 秦司再叫出去喝酒 听口气心情不大好 我来了这边 也不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了 乔念拉下鸭舌帽 倒没听到他们的话题 跟两人说 我去找兰姨 那 好 他在里面 叶望川先回答了他 再回答薄景星 别管他 他吃饱撑了 薄景星 秦司干什么惹到大少爷了 他不是个八卦的人 见叶望川四两拨千斤 让别管 他就不管了 跟他道 叶老叫你回来 应该是为了天文台的事情 嗯 男人伪调上扬 大概不知情 薄景星继续说 贵省山里的天眼损坏了 工程师祖前天就过去了 据说现在还没修好天眼 并且有消息说 国外搞的星链 影响到天眼的卫星信号接收 导致天眼部分功能罢工 怎么回事 这不是一职由何家负责 嗨 薄景星言简一概 跟他说了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然后说 天眼主体损坏 跟前段时间贵省大风有关系 至于为什么收不到卫星讯号了 我只能说 可能是 有些人故意给我们使绊子 叶望川听出他没说完的意思 天眼是西国最成功的尖端科学研究之一 它能够监控地球周围的物体及太空与石 并提高对外来威胁的监控能力 还能在光射电天文学领域有着重要作用 能够探测到电磁波谱中的射电波 这些波长的电磁波能穿透星际尘埃和气体 从而观测到可见光望远镜 无法观测到的天体现象 如脉冲星 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等 这些研究数据又可以帮助国内众多科学家在天文物理 太空科学 地球科学等多个领域中取得优势 第5332章 何家的人办事效率差 天眼还可以地震预警 监测卫星和飞弹等物体的运动轨迹 提供预警和防御能力 建立导航系统 所以无论如何 它们都不能丢掉天眼的讯号 这也是叶茂山如此筑籍大晚上把他们叫过来的原因 叶望川沉谋 等老爷出来再说 叶茂山进去接电话了 博锦行和叶望川在外面都能听到他中期十足的暴怒咆哮 他们什么意思 三天了还没找到补救方案 等 等什么 国家这么大个子项目停摆在那里 等等 夏天还是等秋天 他 他们提前了三天过去 到现在问起来还是那句话 让我们再等等 等他们察觉不漏 是我们 外行人看得出来的吧 三天没给一个可行的方案 三天还没一个确实可行的方案 效率低到极点 叶茂山还在里面说话 行了 我不关注他们何家找了什么人过去 我这边也找了人 大概明天到 还没确定时间 等我确定好了 再跟你说一阵稀稀锁锁的衣料摩擦过后 叶茂山从里面走出来 脸上是还未来得及收起来的韵色 你们来了 口气不善 老者体魄硬朗 跟他说的一样 周身航武出身的煞气 虎目龙巾 蹦住锐利 如刀刃锋利 他往堂头椅子一坐 转了转头 又回头看向面前的两个小子 硬邦邦问道 念念哪 薄景行敏锐感受到 他们不受待见 默默地往边上站了站 让出位置 让叶望川挡子弹 叶望川早就习惯了老爷子的不待见的 咸哉哉地散漫回答 他进去找小姑了 笨 叶茂山神色缓和 来了就好 我让王妈做了银耳莲子羹 回头给念念盛一碗 上点信 之前叫他吃饭 叶望川面露无奈之色 耸肩膀笑笑道 那我说什么 说自己没听见 还要继续饿倒您孙媳妇 您不得拿拐杖打我 叶茂山容色烧记 你知道就好 第5333章我可以提供资料 叶茂山叫他来 毕竟是说正式的 话题就此跳过乔念介入正题 贵省天眼计划出了点问题 叶望川也收起吊耳郎当接话 刚不二跟我说了 和前段时间贵省大风有关系 说是吹落了两张信息版 但信号板落点不好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肯定没办法再用了 做 所资讯部有不少人 不过擅长设电天文领域的人不多 还没有天眼本身工程部的人 在这方面研究得深 这样说 当初国内筹备天眼计划 就找来了电波天文领域 最专业最牛的一批人 国内很难找到 比那批人更厉害的人也正常 九所不是万能的 涉及这类本来就尖端的领域 更是如此 你呢 他虎目浊浊望向一旁 没坑上的年轻男人 你有什么好办法 叶望川见他问到自己 诚实到 我手里没有射电天文领域的人才 要找只能从黑市上找 人 好找但有个问题 涉及天眼的数据属于超级机 密友不能保证 在对方参与进来的同时 会不会泄露出 去我们方的数据资料 叶茂山沉默不语 这也是他自己担忧的部分 天眼的资料 必然不允许泄露出去 他们没办法请外援 只能找自己人去干 自己人又半天摸不到方向 三天过去 拿不出个有效解决方案出来 他们陷入了死循环中 叶望川见他不自觉流露出的疲惫之色 打破沉寂道 我倒是有办法 可以解决信息版所需的原材料 你是说通过F州 叶茂山知道他在外面的势力 只是知道的不够全面 以前也没问过他 叶望川俱傲内敛 除了F州还有M州 只要市面上有需要的材料 我都可以弄到国内来 这话说得很狂 又很稳 叶茂山认真看了看 自己孙子脸上的神色 别开眼 没像普通长辈那样 马上揪着人问个不停 而是选择尊重他的隐私 给足他自由空间 现在难解决的不是原料 而是技术 我想问念念有没有办法 他们三人在外面等了小半个小时 瞧念总算出来了 左手还牵着叶启成 今是混世小魔王 在他身边乖巧的 跟童话里的小王子似的 依偎靠在乔念腿边 那叫一个可可爱爱 博锦行不算没见过他这一面的人 也不自觉多看了几眼 换作以前 叶启成早就发现凶狠的望回去了 今天乔念在他身边 他好像没发现 博锦行多流连在他身上的目光般 就没往那边看一眼 第5334章 乔小姐可以把朋友联络方式给我 他全程乖乖让乔念牵手 一步一趋跟在姐姐身边 姐姐 我晚上可以跟你回家吗 软软糯糯跟夏天的冰淇淋一样甜蜜 博锦行立刻偏头往某人的方向看了一眼 果然看到男人性味的挑眉 不能 博锦行 叶启成显然也听到了自己小舅舅的拒绝 他假装跟没听到一样 仰头大眼睛 盛满忧郁 姐姐 我想跟你回家 乔念触及他那双眼眸 心里早就融化了 抬手摸摸他的头 很自然地答应了 当然可以 叶启成露出真心的笑容 真的 乔念还没回答他 叶旺川就从背后把人拎起来放到一旁 十足恶劣地逗弄 光他答应了可不行 还得我同意了 叶启成小脸瞬间臭得不行 扭头就跟叶茂山告状 外祖父 他 欺负我 打我 掐我脖子 恋恋不舍得恨不得乔念一声召唤就小跑回去 叶旺川看住他那娇气的样 短促倾笑摇摇头 好歹没有再继续逗他了 桥面抄手看住他们打闹 翘了翘嘴角 愉悦从眼底一出异异生辉 是少见的柔和 叶茂山也跟他说起贵省天眼的事情 问乔念能否帮忙 乔念想想说 我不擅长设电天文领域 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这样啊 叶茂山很少从他口中听到不擅长的事情 尽管有些失望 但很快就调整好心态 我再想其他办法 乔念叫住他 我虽然不擅长这个领域 但是我有个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 如果他愿意帮忙 也许可以解决眼下困境 叶茂山眼前一亮 他在京市 乔念摇摇头 他不在国内 叶茂山难免住击 那 乔念知道他迫切的心态 拿出手机走到旁边去说 我打电话问问他的意愿 乔念没让他等多久 几分钟后 打完电话 折返回来 跟住即想要知道结果的老人道 他正好在外周 我跟他说了 他愿意帮忙 今晚的飞机落地跪省 关于褪色者和他们之前研究的那些数据 他需要熬夜做个汇总给成大师他们 他今晚肯定去不了跪省 但是观艳在那边人生地不熟 总不能到了地方没人接待 人家专门过来帮忙 他们没人接太不礼貌了 这时旁边的博锦行站出来表示 我去吧 他见乔念他们都看过来 博锦行沉稳坦然道 我本来要去跪省看看 刚好早点出发 乔小姐可以把你朋友的联络方式发给我 我去机场接他过去 不等乔念回答 他又湿湿然地说 我们找人家过来帮忙 总不能让人家等我们 这不是C国的代客之道 我先过去接人 第5335章何家也来了 行 乔念走过去把观艳的电话号码给他 又将他的电话号码发给观艳说 我给他说一声 博锦行敌手 放心 我会照顾好你朋友 乔念不担心这个 毕竟他们两个又不是不认识 就直接说是观艳 他 他不是专科出身 但在星链卫星领域没人比他更厉害 非法区的防空系统 就是他和天臣参与合作出来的 乔念旁扶知道他要问什么 平静陈述道 观艳本来就优秀 只是不是常规意义上成长的花朵 是玫瑰也可以是自己的松柏 博锦行眼中错愕 渐渐变成沉稳 微微汗手 礼貌又尊重 是我思想狭隘了 他知道乔念身边不存在普通人 观艳只是比不普通 还要令人意外惊喜一点点 他郑重承诺 你放心 我肯定照顾好他 恩 乔念跟叶茂山说了下明天的安排 叶茂山身体原因不能去现场 听完女生的安排 心里有了谱 跟他道 我提前给留在天文机构的人打招呼 好的 观艳比他早到 会早一步去天文台 乔念就没有跟叶茂山推辞 省得博锦行带不进去人 贵省天文台 三天来工程部的人 没有商量出应对的方案 导致其他人无从下手 只得原地等待工程部那边掀出图纸 因为修复工作停滞不前 天气也从前两天暴风雨过后的晴朗 又开始飘来乌云 隐隐有下雨趋势 天文台本身的工作人员 在搜集到气象资料后 无比烦恼地抱住头发抓挠 烦躁跟其他人说 气象预测今晚要下雨 搞不好又是大道暴雨 还有两极大风 工程部的院士们还没商量出 怎么修理天眼 还没呢 这可太糟了 等遍天下雨了 岂不是更难抢修了 他同事拍他肩膀轻声道 天眼没那么容易抢修 我们等通知吧 嗯 回出方案 天眼工程部的众人已经到期了 这次牵头的何愿身旁 跟了个年纪不大的美女 手里拿着一打厚厚的文件架 头也不抬地跟在自己父亲后面翻看数据 其他人走知道他的身份 就没有人提起意义 主动跟来人打招呼 何愿 何愿你来了 何愿晚上好 五十出头的男人双臂染上双色 文人风骨气息着玉 腰杆挺的笔直 不苟言笑地跟和他打招呼的人道 大家坐下来聊天 坐 众人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开始准备今天的晚会 何愿回过头 看向还站着在看数据的美女 招呼他 家家 你也坐下 第五千三百三十六章 人凑齐了 嗯 美女抬起头来 桃面性塞 如清风拂过心间 让人眼前一亮 他意识到周围所有人都坐下了 只有他一个人还站在那里 太醒目了 赶紧在自己父亲身边 拉了椅子坐下去 何愿转头就给大家介绍起来 这位是我女儿 何家 她是史丹佛 航太专业毕业 主修电波天文领域 师从卡尔约翰斯基 在这方面小有研究 我这次叫他来 也是想从其他角度再来商量 看看我们能不能解决眼下的问题 此后 射电望远镜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何家师从这位大名鼎鼎的 射电天文领域科学家 还说只是小有研究 实在太谦虚了 众人看向他的眼光炙热 对他来到抱持着巨大希望 何愿打断众人狂热的注视 用钢笔敲了敲桌面 示意大家看他那边去 继续说道 除了何家外 九所也找了人来帮忙 他们大概凌晨三点到 我的意思是 大家今晚加个班 等九所的专家过来 我们一起开会讨论 啊 会议室里哀嚎变眼 凌晨三点开会能撑死个人 有人不高兴地提了嘴 他们找来的人也跟何家一样 能帮上我们的忙 什么履历啊 国内设定天文领域的人都在这里了 还有什么专家需要我们等到凌晨 三点陪开会 他平眉 话不多 这是上面的安排 其他人心里再不愿意 听到这里也不再抱怨 他们服从命令 何院见全场安静下来 脸上依旧没有丝毫松懈的紧绷感 转头看向身侧的女儿 你来说说你的见解 好的 何家自信满满地放下 自己研究了一天的数据 开始在小课板上写写画画起来 一边写公式 一边讲解起自己的看法 以及他在国外留学查阅的资料上面 记载的相关事件发生时 那些人是怎么修复的损毁部分 凌晨三点 外面开始下起雨来 不算密集的雨点 大滴大滴打落在挡风玻璃上面 博景行亲自开车去机场接到人 见到下雨了 有些工具不同 下雨了 观艳临时从国外飞过来 又连轴转的上车赶去天文台 从他上车开始 就靠在副驾驶闭目养神 这会儿听到博景行说话 他才须须睁开眼眸瞥了眼 前面的滴答的雨滴 扯了下嘴角 这就较大 博景行偏过头看他 只见容貌明艳逼人的女子 半明眼眸困倦之急的抱胸 靠在那里 懒散的说 你们运气不好 西伯利亚吹来的季风 还是影响到了这边的云层 不出意外的话 这点雨滴只是开胃菜 再等半个小时 就会变成大雨 凌晨4点20左右 还有西南风 怎么这么清楚跪省天气 而是抓住另外的重点 你的意思是 等下还有暴风雨 第5337章 我答应过色 观艳睁开眼 桃花眼里压不住血丝 他坐直了 拿起博景行准备的矿泉水 拧开开喝了一口 这才像是稍微清醒头脑 看住车窗外面 逐渐变密集的雨点 平静又默然说 雷暴加狂风什么 博景行脚下踩的意中 开得笔直的车辆朝旁边晃了下 差点出车祸 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猛打方向盘 掰正打滑的车轮胎 回头一看 人家美女做得端端正正 压根没把这段小插曲放心上 博景行少见如此异性 不由地多看了两眼 出于礼貌 关心问道 抱歉 你没事吧 观艳这才注意到 他似得眨了下眼睫 窝了一声 聊起滑落的头发 我以为你在炫技 没事 我在F州 非法区玩惯了飞机坦克 你这个不算什么 博景行不惊玩耳 是吗 观艳撑着下额看了他几眼 下意识脱口道 你这个皮像放在我们非法区 他差点脱口而出 能卖不少钱 什么 博景行狐狸眼仓看过来 唇边还倾着春剑般的笑意 观艳立刻闭嘴坐回去 没什么 我说你长得好 可以考虑娱乐圈出道了 他差点嘴瞟 调戏了人家金卷 正儿八经的少爷 他现在对金圈这群子人挺烦的 也不想跟这些人扯上关系 如果不是孙恩开口找他 他才懒得管贵省的事情 说白了 他没有国籍 也没有归属 从头到尾都在非法区 玩的是游走灰色地带的生意 对这些在矿矿里长大的人 尽些不明 特别是他和秦司在一起后 不得不面对秦司家里人以后 他更是对这些人过敏 这些人骄傲自大 固步自封 眼里永远充满了条条款款的规矩 要求人按照修剪生活 他们自己也是活在规矩中 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是吗 博锦行没计较他的玩笑 反而重新牵头起之前的话题 如果等一下会有雷暴天气 观艳聊起眼尾 笨 就跟之前天眼毁坏时一样 那个极端天气又要卷土重来了 出事故 大部分的航班都必须停飞 之前贵省就连续好几天飞机停飞 博锦行刚才差点出车祸 也是听到他说会有雷暴天 猜测他们又会碰到极端天气 血气起伏导致的 他连起眼底的轻松 一边稳稳地掌控方向盘 往天文台赶去 一边询问起观艳办法 你有办法吗 我又不是雷弓店母 观艳下意识地说回去 余光瞥见博锦行 正经威作的侧脸 意识到他不是鸿蒙那帮子人 不能开玩笑 又用手须须地挡了下额头 轻拍了两下自己的头 压住脾气道 你们天文台那边 如果没有做准备 肯定要出事 如果他们做了准备 就当我没说 能最大程度降低损失 第5338章 你这个在现实中行不通 他说着又像是不在乎 损了下肩膀 当然 也得你们这些人 愿意让我帮忙 博锦行看了他一眼 沉着又稳重道 观艳小姐只管放心 我将全力协助你 等麦巴赫在雨中 及时碾过地面的水滩 开紧研究基地 又在警卫那里 核对过身份 过了检查站 博锦行找到停车位 将车停进去 又从车门里抽出黑色雨伞 先走进雨幕中 为附加位置下来的人 撑起一片天 观艳小姐 我们进去吧 观艳还是绿色卷发皮衣皮裙 摇曳生姿的穿搭 他踩着细高跟 跟住男人的步伐 进入天文站 两人的组合 一路上吸引了 不少关注的目光 观艳倒是无所谓 聊了聊头发 美女本来就是用来看的 长得漂亮不让人看 还长那么漂亮干什么 博锦行则不住 痕迹的侧身 替他挡住了 大部分好奇的目光 护送观艳到了 会议室门口 到了 他推开会议室的门 里面刷的无数目光 聚焦在他们身上 博锦行将还在 滴水的雨伞 放进散篓 侧身让路 示意观艳先进去 宁静 观艳没跟他客气 先一步迈进会议室 其他人的目光 这才注意到他 不少人暗暗皱眉 毫不掩饰 眼神里的质疑与亲面 这就是 九所带来的专家 哪个搞科研的人 会穿成这样子 看起来就不太可靠 九所这次在干嘛 怎么带了个 这种女人过来 连何家也惊讶 看向近来的女人 博锦行在国内名气大 九所又跟科研挂钩 不少人认识他 中年男子率先 站起身来欢迎 博少 好久不见 博锦行礼貌 跟他握手 和博父 这位是 何愿看向官燕 尽量没有情绪外露 却也掩饰不住不解 专家 博锦行走到官燕旁边 语气温和 跟众人介绍起来 这是我从国外找来的专家 官燕小姐在设店天文领域 有很深的见解 自己也是卫星星链专家 她这次是来帮我们修复天眼的 希望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合作 愉快 可见他们并不怎么欢迎 这位看起来不像专家的专家 官燕也不在乎他们内心怎么想 静止走过去 走到写满公式的小黑板前面 被过手仰头看起来 他看得专注 甚至没有要走流程 跟大家互相认识一下的意思 他的态度结诚不逊 似乎总是对周遭的人不满 不愿意与任何人合作 何家这时走过去 站在官燕旁边轻声道 你看得懂吗 官燕差异地回头看过去 触及比他小两岁的女生 眼里的骄傲 脸了脸跋扈的气场 抬手指向书写版的某处 你这个在现实中行不通 那是我老师 官燕打断他 你考虑过贵省的天气 和地形地貌没有 如果你把这两样东西考虑进去 就会发现你根本测定不出风势 以及地貌的横结面积 第5339章博警行站在他这边 他们交谈声吸引来不少人的注意 官燕没管其他人 只跟何家说话 妹妹 书本上教我们的知识没错 但是放在现实里面 你要运用它们 就要观察周围的环境 自己多去现场跑几趟 不要光靠住别人采集来的数据 轻易递下判断 模拟演练 你这个公式下去 造价百亿的天眼 就坏了 官燕闲哉哉回头 对他可没有对待何家 那么温和讲道理 眼神冷淡又挑衅 张扬明艳的回答 我就算能保证 凭什么给你保证 你们在这里三天都没有进展 倒是有精力针对别人 也亏得他是搞学术的 不然以他破防的反应 只怕不止气的颤抖这么简单 早就挥拳头了 官燕如此不给众人面子 也让在场的人脸上不好看 越发排斥起他这个外来人员 何燕脸色一沉 看似没针对官燕 看住博颈形皮笑肉不笑道 博少 你找来的这位 专家是什么意思 无他心直口快 何燕你们别介意 何燕面色更加不好看 冷冷道 你们来之前 我们大家在一起开会逃过了 家家的方案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官燕将包丢在其中一个椅子上面 西洋八叉坐过去 双手合十放在桌上 杰骏扬起头 马上就要来暴风雨了 你们做好准备没 何燕等人站住 他一个人坐下 所有人再次将视线投注到他身上 这次是再也无法压抑的愤慨 论资排辈也轮不到一个小辈坐住 听他们说话 这人好没有规矩 官燕挑眉 没有做准备 有人按捺不住 又想跟他起争执 被身旁的人摁住肩膀摇摇头 让他不要如此 结果眼上吵架 何燕别开眼 再次看向博景行 继续没说完的话 我们这些人 这几天观测过地形 没人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地势形貌 官燕单手撑着脸 打断他 你们了解这里的地形形貌 不了解挖地容易形成燕赛湖的道理 何燕忍无可忍道 我们有循环排水系统 即使下雨天 眼也不可能形成湖泊 官燕桃花眼深沉跟他对视半秒钟 突然勾起红唇笑了 拿过桌上的水杯 自己给自己倒了杯水 他一手握住水杯 一边饶有兴致 看住中年男人说 你事先检查过自己的排水系统 确定你的排水系统 能经受得住 跟前几天一样的极端天气 不会被一天一夜的暴雨 冲垮 第5340章真的开始下暴雨了 气象局的人就敲门进来 匆忙走到他们前面说 河院 不好了 我们最新查到的气候数据表示 接下来外面的大雨会变成暴雨 如果云层没有被寄风 吹走的话 还有可能变成极端雷暴天气 他话还没说完 气象局的人就摇摇头 满脸为难回答说 外面起风了 机场那边已经有大量的飞机延迟航班 作业飞机虽然不用载人 这么大的风向也上不了天 天眼是他们所有人的心血 并且投入了大量的科研资金所做出来的成果 他不能允许出事 他几乎在气象局的人话音刚落下 就放下成剑 转身看像坐在那里没个正型的女人 一改自己之前的针锋相对 恳切开口道 您既然提出来了 肯定有解决办法吧 观艳喝了口水 有啊 所有人在看他 他轻轻平起煤 放下水杯 淡淡道 普办法 谁跟我顶住雷暴天去检查排水系统 顺带该修修该补补 抢在大雨来临之前排除掉bug 就不用担心雨水损坏系统了 雷暴天气和一堆饮电的金属材料 呆在一起纯粹找死 观艳不理他们 起身说 我答应过我老大要帮忙 所以我肯定要去 至于你们 你们自愿 薄颈形脱掉身上的西装外套 搭在强壮的小臂上 站出身来 我也去观艳回眸看了他一眼 想说你这种身份的公子哥 还是不要凑热闹了 回头被雷劈死了 家里不得追杀我八千里 找我赔偿 但他对上那个男人 薄薄镜片厚的那双狐狸眼 又觉得还是闭嘴吧 他以前没少接触过 薄颈形这种 沉着稳重形的男人 这种人跟情思不一样 一旦决定的事情 极少有人能动摇他们 观艳怕麻烦 所以打消了开口的念头 只想尽快搞定排水系统 回头再帮忙修好 破损的资讯板 他就好工程身退回去了 凌晨三点半 外面黑压压一片 天好像破了个口子 开始向下倾泻雨水 雨水如灌柱般霹雳啪啦 打在散面 观艳不慎在意 跟身后的男人道 你不用给我撑伞 反正待会儿要打湿衣服 撑了也没用 则 薄颈形轻笑 呼吸拂过他耳阔 起码不是现在 观艳愣了一下 什么起码不是现在 他很快get到对方的意思 他是说就算等会儿会淋湿 起码现在不会让他淋湿 观艳从来都是聊别人 很少被人聊到 一时竟不知道怎么接话 薄颈形这时将雨伞往他那边倾斜了些许 风淡云青打破僵局 走吧 我跟你一起过去 观艳不是会因为男人一两句话 就不知所措的人 很快将那点小暧昧气氛抛在后脑 转身大步流星踏入雨中 第5341章大家都来了 天上闪电在云层中穿梭 如同随时会砸下来的巨龙 观艳争分夺秒 在排查住场地里的排水系统 尽管来的飞机上他就收到了薄颈形发给他的部分资料 大概了解这里的构造 可他毕竟不是参与建设的工程师之一 难免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摸索 天上的雨越下越大 如他说的一样 他们走进来没用到十分钟身上的衣服 已经被雨水淋湿透了 压根用不上伞 薄颈形后面果断丢掉黑伞 跟他一起扎进雨幕里 观艳小姐 你告诉我需要怎么做 我来帮忙 你去看那边看看里面的排水渠有没有被泥沙盒 落叶堵住 如果有就把它们清理出来 他自己正在将发现的淤堵部分清理前进 手上脸上都是不小心粘上的泥巴 被雨水冲刷而下 看起来十足狼狈 但他自己好像不在乎手上的脏污 神态举止自然不娇气 好像一株矿野盛放的玫瑰 从来不需要别人欣赏他的好 他只为自己盛装 头顶闪电落下 砸出银白色亮光 薄颈形站在亮光之下 窥见暴雨中的人 形容不出这一刻来自灵魂的颤鸣 他很快想起来观艳和情思的关系 将一瞬间的心绪归于深处 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 做一件多余的事情 默默按照观艳的指使 挽起衬衣袖子 蹲下身开始清理淤泥 灰色的泥点弄脏他整齐的衬衫 薄颈形恍若未见 让观艳去好收拾的地方 将更低洼的地方留给自己去做 整个天坑巨大 两个人的效率还是太低太低 就在雨水从观艳下巴 跌落在水洼里时 有人从里面出来了 加入了他们中间 我也来 麻烦告诉我 哪些是你们排查过的地方 哪些需要我去排查 观艳在雨水冲刷中 费力睁开眼 对上对方视线 就看到何家那张 脚跃般被骄养出来的 却不骄纵的小脸 是你 他心情不错 指了指自己和薄颈形 还来不及检查的方向 那边 何家顺住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并不多话 抬不往那个方向走去 瞬间加入他们埋头苦干起来 随着何家到来 后续又来了不少人 连何家父亲 那位学究气很重的老工程师 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天上暴雨如注 还吹起大风 呼啸风声 好似天地喉咙深处 隐藏着一只沉睡已久的野兽 在那一刻突然苏醒 声音低沉而有力 像是从地底深处 传出的龙龙雷鸣 震撼着周围的空气 每一个字音都彭扶带着千军之力 沉甸甸地压在听者的心头 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心境 所有人干得热火朝天 没人去管头顶悬挂的危险 天降大量之前 他们总算将排水渠全部清理出来 确保接下来白天下整天的雨 也不会导致雨水聚集成池 观艳撑着腰率先走出天坑 不等其他人休息 挥了挥有气无力的手臂招呼道 走吧 大家一起去商量下 怎么解决卫星封锁的事情 第5342章悬疑高空的科学家 虚无空洞 和愿转头叫上组里成员 各自收拾一下去会议室集合 观艳注意到他 上了年纪的他 因为熬夜 脸色显得特别不好看 原本布满皱纹的脸庞 此刻更添了几分憔悴 皮肤彭扶失去了水分 潜躁而暗淡 眼圈深重 像是涂抹了一层厚厚的黑色颜料 透露出疲惫与困倦 这会儿他还强撑着要跟上节奏 靠C国这些人这么拼的吗 观艳突然欲心不忍了 那个 我想了一下 我要去饭店洗澡换身衣服 大概要三 四个小时 我们 他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 抬头跟中年男人商量到 我们早上十点 见 观艳站在原地落落大方 好像真的是他非要做的 洗澡换衣服 吹头发 敷面膜才能继续一样 何院皱了皱眉 但他回头看到其他人来 微米不振 彷彿被熬夜的疲惫 所侵蚀的模样 稍加考虑 汉手答应了 那就十点 观艳随手脱下 穿了一叶的高跟鞋 一只手勾起细带 赤脚踩在地上 转身给大家挥了挥手 十点见 伯景行同时侧头跟何院说 伯父 我也先走一步 何院实在累得够呛 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 点点头 去吧 博景行高大的身影 朝女人离开的方向追去 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 她叫来自己女儿 愁愁思考片刻问道 你觉得九所请来的专家如何 你说观艳姐 何家同样熬了一夜 双眼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亮光 毫不掩饰自己的崇拜心理 跟父亲承认 我不知道她毕业于哪所学校 但是她很强 比我师兄师姐都强 让我想起了老师 我老师也总是对我们说 搞科研不能局限在实验室 局限在实验室里 不可能做成最顶尖的科学家 她懂这句话了 嗯 何院滴滴 嗯了一声 疲惫脸上 看不出情绪 抬手拍拍女儿的肩膀 认真的道 你接下来要抓紧机会 跟着她好好学学 看她是如何处理 卫星星链封锁危机的 京市 贵省暴雨的新闻 传到了京市 也传进知道天眼 还没修好的众人的耳朵里 秦家搞资讯工程的 对天文资讯搜集也有涉猎 秦朗一大早起来 就在早餐桌上 说起了贵省天文台的事 那边从昨晚开始连绵大暴雨 现在所有飞机全部停飞 也不知道何愿 他们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 秦四今天也在家里 正埋头吃吐司 文言头也不抬 好像跟她不相干一样 秦夫人心里不舒服 就忍不住说 我听说何家也过去了 她是史丹佛的高材生 又是何愿的女儿 有她加入 应该很快能解决 第五千三百四十三章 你女朋友拿什么跟她比 秦四面无表情 放下手中吐司 就要拉开凳子说 我吃饱了 秦夫人面色微沉 低赤 你给我坐下 秦太太见她重新坐下 拍着桌子美好气说 我知道你不喜欢何家 你可以不跟何家在一起 你喜欢谁 你跟我说 我和你爸帮你撮合 她话还没说完 秦四眼尾心红看她 你不是知道我喜欢谁 秦夫人跟她僵持片刻 别开眼 没有半分斡旋余地的口气 不行 我不同意 秦四蜷缩起拳头 秦夫人重新看她 儿子 她不是你的良配 你觉得她会愿意为了你留在京市 做你的贤内助 放弃自己事业跟你在一起 我打从见她第一眼 就知道她不会为了男人放弃自己事业 信心说服 她妈 个人 牺牲 妈 名校毕业 和你年纪相当 又是书香门第 跟你们当户对 天文领域 科学家而你女朋友 那个关燕 她能吗 秦四想起博锦行说过 关燕也去了贵省 猛地抬起头 对自己母亲说 她能 她也在贵省 是 秦夫人毫不掩饰亲密的眼神 看住自己儿子 何家的父亲 是国内设电天文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他老师更是号称 设电天文领域之父 他名门出声 名师教导 秦四听不下去了 双手撑开椅子 跟餐桌上的两人道 你们慢慢吃 我去公司了 秦夫人还想说什么 被秦朗覆盖住手背打断 吃饭吧 嗯 他只好作罢 心里却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依旧不认可关燕进他们家门 关燕有钱没错 秦家也不缺钱 他们家要的媳妇 必然门第相当 关燕无论如何 不符合他的标准 他不会同意两人走在一起 另一边 正要准备出门的人额 手机嗡嗡震动起来 关燕换上 博颈形准备的套头毛衣和宽裤 踩着松软的帆布鞋 刚走出房间 顺手接起 喂 森京士的侨念望向窗外 跟他说 跪省暴雨 所有飞机全部停飞 我恐怕要晚点过去 第5344章 看来不是一次两次了 没事 我已经跟博颈形说过了 关燕单脚勾上房间 就看到同样穿上休闲装的男人 从对门走出来 博颈形大概才洗完澡 头发松软地吹在额头 挺直鼻梁上面夹着轻薄的镜片 遮住那双狐狸眼 乍一眼看起来好像青唇难大 让人眼睛一亮 他挑了挑眉 很快从美色上面挪开眼 跟手机那头的女生说 我们预测到 贵省会出现极端天气 猜到你们可能来不了 你放心 该处理的我们已经处理了 这边有我在 你就安心跟夜少约会 头传来女生从容淡定地回答 我们开车过来 大概要十个小时 已经在路上了 你 观艳哑然 本来想说没必要这么拼 又想起昨晚上工程部那些 搞科研的 跟他一起套了一晚上的水垢 默默将话题验回嗓子眼 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开慢点 好 我打电话过来 就是跟你说一声 挂了 那头挂断电话 观艳跟住放下手机摆弄起来 博颈形听到 丁的电梯到达的响声 提醒他 观艳小姐 电梯来了 观艳收起手机往里面走 他绅士地落后一步 两人进入电梯 博颈形修长手指按下一楼按钮 偏过头 跟他说话 和院刚打电话过来 说他们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开车过去 大概十分钟 他话还没说完 只见观艳手机又响起来 博颈形很绅士地闭嘴 示意他先接电话 观艳不确定是谁打来的电话 重新摸出手机 扫了眼来电显示 眼角眉梢的轻松 瞬间化为烦躁 他当着博颈形的面挂起 然而对方好像一定要打通他的电话 才挂断又响起来 观艳绷直嘴角 面无表情地再次挂起 如此反复了三次 对方死心了 不过就在这时 他手机钉的一声微信讯息提醒 观艳周身笼罩着 濒临般的不好惹的冷气 沉了沉眼 点开了那条微信语音 他没设定听筒模式 情夫人的声音 在狭小的箱体里扩散开来 观艳啊 阿姨听说你也在柜省 你碰到家家了吗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帮我照顾下他吗 博颈形有点尴尬 大家都是聪明人 不可能听不出来 情夫人话里另外一层意义 让观艳照顾何家 相当于告诉观艳 何家是他心仪的人选 他作为一个普通认识的人 不方便听到这种私密的话 他看过去 观艳勾着头摆弄着手机 没有回复情夫人 也没有脱黑他 只是景村的眉头 可以窥见他烦不胜烦的心情 就在这时 门口传进来亮光 博颈形打破僵局道 观艳小姐 我们到复一楼了 嗯 观艳没踢那条不小心攻放的语音 将手机揣回去 率先卖腿走出去 走吧 博颈形看住他挺直的后背 在想到情夫人路而不舍 又是打电话 又是发语音讯息的行为 看来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在后面跟上去 第5345章念姐和望野 在赶去的路上 同样在连夜赶来的 还有乔念跟叶望川 这次顾三有别的事情要做 由叶望川亲自开车赶去贵省 他从晚上4点收到贵省暴风雨 导致航班取消的消息开始 就从京市出发往贵省开去了 乔念打电话给观艳纳惠尔 他连续开了6个小时 已经到了跟贵省毗邻的S上 叶望川将车开入休息区加油 顺带去超市买了早餐和饮料 拿到停车区给女生 两人实在高颜值 站在一起的效果就成了 但凡进休息区的车子 都会在他们身边放慢速度 叶望川将凤梨包递给女生 又替她扭开水 熬夜过后的嗓音低沉迷人 先吃点东西垫肚子 乔念接过来问她 你不吃吗 你吃 叶望川静静地等住给她递水 她身材高挑 双腿修长 宛如阳光下的松树 鹰庭有力 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 面容坚毅 目光深邃 透出一种从容与稳重 乔念吃了两口凤梨包 从她那里接过水 又仰头喝了几口咽下去 再把水还给她说 我们等下路过绕城 先下高速公路 去找个饭店吃饭 等会儿换我来开 你就休息一下 叶望川眼底仰着阳光 抬手给她整理了下碎发 为什么要专门去绕城吃饭 乔念去了她眼 你挑食啊 我什么都能吃得下 你又不是这种人 难不成我要让你 饿肚子到柜上 我没那么残忍 然而 在那一刻 她的内心却掀起了 惊涛骇浪 心跳突然加速 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涌上心头 乔念茫然望过去 这不是很明显吗 起码到现在为止 你是第一个发现的人 叶望川深吸了一口气 试图平复内心的激动 乔念举住自己咬了一半的凤梨包 在看开了夜车 进超市不给自己买早餐的男人 抬了下眼 哦 我以为很明显 叶望川情不自禁 曲起手指 弹了下她光洁额头 满眼花不开的宠溺 乔神说的都对 乔念 大清早的 她浪什么浪 乔念低头又咬了一口凤梨包 咀嚼吞咽 默默地填饱肚子 她不是个挑食的人 起码在需要的时候 她从不挑剔食物 她三 两口解决掉夜望川 从超市买的面包 又灌了几口水 稍微恢复点精力 朝她伸出手 车钥匙给我 夜望川勾住她肩膀 将人推上副驾 弯腰勾身 给她系好安全带 我来开 好好休息你的 你 乔念还没反应 她顺手关上车门 走到另外一边 上车给自己系上了安全带 调好车上的冷气温度 就偏过头 你再睡一觉就到了 乔念抢不过她 只有任由她继续驱车 往贵省开去 路上她收到秦朗发来的短信 大概意思想代表妻子 为那天在饭桌上的不愉快 给她道个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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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